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军队反腐运动已经持续了十年 数量惊人的高级将领被清洗 但问题远未解决 专家指出 军队内部的腐败文化和庞大的军费开支使得反腐任务困难重重 同时 习近平也在努力加强他的军队控制 尤其是在看到前任胡锦涛被架空的情况下 他的反腐行动虽然显示了强大的控制力 但军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关于这场持久战的内情和未来走向 习近平的军队反腐战争远未结束 十天前 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人 他在中共军队巴一大楼内举行了一场小型仪式 提拔了新疆军魏凤河 那是2012年11月 当时的魏凤河担任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的司令 这个部队负责中国的核武库 据新华社报道 魏凤河当时精神抖擞 而习近平也热情地握了他的手 然而 一个十年之后 情况已大不相同 去年失联的魏凤河 曾在2018至2023年担任国防部长 被开除党籍 与他的继任者李尚福一同被指控受贿和政治不忠 北京在6月的公告中特别严厉地批评了魏凤河 指责他背叛了党和中央军委的信任 严重污染了军队的政治环境 对党的事业 国防和军事建设 以及高层领导人的形象造成重大损害 习近平上台以来 一系列高级将领被清洗 但魏凤河是唯一被指控不中和施针的人 分析人士认为 这种措辞异常 可能暗示他被某个敌对势力所妥协 战争尚未结束 习近平的军队反腐战争进入第二个十年 已有更多将领被清洗 数量甚至超过了20世纪战场上的死亡人数 北京宣称在反腐战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而解放军的将领们则称赞习近平的领导 挽救了军队于危难之时 然而 仍有许多案件尚未解决 这些案件涉及到习近平上台后提拔的军事官员 分析人士指出 这场反腐运动远未结束 原因包括习近平上台之前军队内部的腐败猖獗 大量现代化武器的花费 以及解放军作为党的武装部队的封闭文化 上个月的党内会议 第三次全会 宣布了对高级军官孙金明的另一期腐败调查 孙金明曾是解放军火箭军的参谋长 该部队负责核武库 自去年以来 至少有八位来自火箭军的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 因贪腐问题被调查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政治高级研究员 吴国光在7月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表示 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人正在接受调查 并且未来会有更多人浮出水面 他指向中央委员会在三中全会上的成员变动 表示火箭军副政治委员丁兴农 非投票的候补委员 本应按党章成为正式委员 但未能入选 这可能意味着丁也涉及腐败 贿赂升官 习近平则在拉拢高层将领 今年6月在陕西延安中共内战时期的根据的 习近平召集了数百名将领 呼吁他们坚持忠诚 消除滋生腐败的条件 几周后 解放军宣布进行全面的整顿 包括思想 人事任命 组织 工作作风和纪律的整顿 分析人士指出 军队的封闭文化是个问题 解放军有自己的反贪机构 审计人员 检察官和法院 这可能是军队内部腐败根源的一部分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力量项目研究员布莱恩 哈特表示 解放军一直特别难以应对腐败 因为它是党内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特和封闭的支柱系统 解放军内部也存在险恶的动机 鼓励用贿赂来爬升官位 哈特表示 腐败仍然是习近平加强军队的一大障碍 这可能威胁到解放军的战斗准备 在习近平早期的反腐战争中 最大的成果包括徐才厚和郭伯雄 两人都是政治局成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均被指控收受贿赂以帮助他人升迁 徐才厚于2015年死于癌症 未能接受审判 郭伯雄则于次年被判终身监禁 2015年 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 报道了军队中的腐败情况 称升迁需要买通 价格依据军阶尔定 一位军官称 他曾经给予徐才厚2000万元人民币的贿赂 以获得升迁 报道还对一些没经验 但担任领导职位的人表示担忧 并指出资金被浪费 未用于购买先进武器或维持武装力量 这可能影响解放军的战斗准备 如果不严厉打击这些腐败案件 我们的军队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退役少将罗元问道 哈特指出习近平在任命关键职位上有着相当大的政治自由度 但仍受限于在体系内爬升的高级军官 由于腐败长期存在于这个体系中 习近平选择的一些人也会被腐败所染指 他认为这不是习近平能通过几次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 需要时间来对这种庞大的官僚体系进行深远的变革 快速扩军带来的问题 在6月的公告中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指控既受贿也行贿 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他试图贿赂军中的更高层 他在10月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两个月前在公众面前最后一次露面时 他的任期仅7个月 李尚福是一位工程师 在卫星和火箭发射中心工作了数十年 后来在军队的装备发展部门工作 公告还指控李尚福污染了这个部门 这一公告发布之际 9名解放军将领 包括一些来自火箭军的将领被从国家立法机构中清除 3名高级航天和国防高管被从党内最高政治咨询机构中除名 哈特表示 军事现代化的速度可能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动机 让军官们参与腐败行为 当你以这么快的速度扩建军队时 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尤其是在与装备采购相关的领域 他说 这是最近一些高调腐败丑闻的主要目标领域之一 尽管中国的年度军事预算在近几年保持相同水平 但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 全党国家系统正在勒紧腰带之际 中国军事预算仍在增加 今年的军费预算将增长7.2% 达到1.69万亿元人民币 与2023年的增长率相同 但高于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5% 江苏律师兼军事法律专家曾志平表示 解放军的治理应融入国家法律系统框架 以便接受外部评估 阳光是对抗腐败的最好要物 他说 军队中只有一小部分需要保密 如果公众能够看到你 自然会约束你的行为 他认为应该有透明度 而不是如此严密的保护 更紧的掌控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近年来的清洗和腐败丑闻 是军队和习近平掌控能力的弱点 但另一些人认为 他的掌控力比起以前的领导人更强 据南华早报报道 习近平决心振兴武装力量 这一决心源于他看到前任胡锦涛 在中央军委被副手们 视为虚伪元首的一幕 其中一个例子是在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 盖茨访问北京期间 解放军突然是飞了首架隐形战斗机J-20 盖茨看到胡锦涛对此消息感到震惊 这被美国军方官员视为胡锦涛对解放军 控制力薄弱的迹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扯 勒南国际研究院的研究员查尔认为 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比任何前任都强 如果我们从他自2015年底以来对解放军所进行的改革来看 习近平对解放军的掌控比他的前任 甚至是毛泽东更强 这些改革改变了军队的整个指挥结构 结束了几十年来陆军的主导地位 查尔还指出 习近平将中央军委成员减少到了7人 最新的人事清洗不应被误解为中央军委主席的弱点迹象 他说 但军队内部的腐败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只要中国仍旧是一个党国体制 且解放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外部监督和制衡 军事腐败现象就不会消失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们来谈谈习近平在军队反腐败行动中的伟大成就 这场战役开始于2012年 直到今天仍在进行 习近平的决心和毅力让许多贪腐的高官纷纷落马 这不仅清理了军队内部的腐败 也提高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 他以雷霆手段打击恶贼 保护了梁山的正气 习近平同样是为了保卫国家的荣誉和安全 楚天书 你这番话听起来就像是在给钢铁侠中的Tony Stark做宣传 虽然习近平揪出了许多贪官 但这场反腐风暴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比如军队内部的不稳定很人心惶惶 更别提一些被揭露出来的案件 其实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别忘了历史上也有很多皇帝搞大清洗 结果就是大臣人人自为 国家反而更乱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好比再说曹操是个坏人 因为他杀了不少人 但你忽略了他统一北方的伟大攻击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一样 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些动荡 但长期来看 这对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和专业化是至关重要的 数据显示 2015年以来 9名高级将领因贪腐被查 这些人如果不除掉 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 楚天书 你的热情让我想到权力的游戏中的坦格利安家族 尽情追逐权力 结果却是自相残杀 习近平的反腐行动让很多人心惶惶 甚至可能导致有才能的军官因为害怕被诬陷 而不敢担任重要职位 再说了 这么多年来 腐败问题还是层出不重 这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问题 而是整个制度需要改革 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刘备 他明知道曹操有毒 但还是选择以德服人 谢琪琪 你的想法过于消极了 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变革都是从大清洗开始的 想想彼得大帝 他改革俄国军队 虽然过程残酷 但最终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一大强国 习近平在军队中的反腐行动 也是一场必要的变革 虽然短期内会有一些牺牲 但长期来看 这将使中国军队更加强大 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 楚天书 听你这么说 仿佛你在看绝地战警一样 所有的问题都能靠武力解决 现实中 过度依赖清洗和强硬手段可能适得其反 反而会使人心惶惶 降低军队的士气和信任 这就像在《红楼梦》中的贾府 表面上看起来微风八面 实际上内部早已腐败不堪 只有通过制度的完善和透明度的提高 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 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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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